这个就可以关掉不储存 下来是106年 开发人员聚集 103年这个聚集档 关掉不要储存 105年 开发人员聚集 执行 好这个关掉不要储存 104年 开发人员聚集 执行 好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 这个没有年 所以各位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我就先把这个104年关掉再重新打开 104年 因为又没有年了嘛 所以这边是I2 因为总共我要取七个字 结果他现在 他现在等于就是说 那个105年他都有放中华民国 可是这边你不可能每一个档案都叫出来再输入这个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再修改我们的程式 好 一样回到这个档案 聚集 103编辑一下 他只能用到105而不是103 好 现在换成 现在换成就只有 还是在那个 还是在 就是I2 没错 但是他没有中华民国四个字 所以变成我只能取三个字 而不能取七个字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 开发人员 再录制一个剧集 然后停止录制 不能再忘记了 然后这个 把刚刚105年的内容 全部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这里 贴上 接下来 请把它改成不叫聚集2 叫做Cut File 103 然后这边要取几个字 三个字 那原本的这个 备注 这边改成105 好 储存 关掉 所以现在我有三个聚集了 那 这一个104 104年的出生 死亡 离婚 要使用的是103聚集 开发人员 聚集 然后这个103 忘记打这个婚 没关系 我们先执行好了 我们 先确认一下 这里面 76 那105 105 RAWDATA的105 好 其实从105开始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 刚刚这个聚集 这个编辑 这应该是从106开始 这应该是从106开始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105不是重新执行 是当时105都没有执行 然后这应该是从106开始 然后这个加 加入婚这个字 好 聚集 这个105年是使用103执行 然后关掉 不要储存 然后接下来就是104年 然后接下来就是104年 104年开发人员聚集 我这边还是要讲 一下哦 他又换位置了 你有没有发现 他不再挨饿了 所以刚刚刚刚刚这个聚集啊 这个聚集 只能用到104年 因为他现在又换了换到J 对不起 对不起 从I2往前变到H H 好 所以变成这个聚集 这个聚集档案 开发人员聚集 先录制一个空的聚集 停止录制 聚集 然后接下来把104的聚集内容 复制 贴到聚集档里面 那这个叫做103好了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地方 接下来这边就不是 不是J2 而是H了 这就是他从J变到I 又变到H 好 所以现在是H2 好 储存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 针对这个103年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选择这103执行 好 这个103就完毕了 那 来去确认一下 我们可能要先 先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 等一下回来继续 因为越前面 变化越大 可是 正因为他 可能两三年就变一次 所以 假设你这些资料 不是一致性的收集起来 到时候 这根本就很难去做分析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3到 1月到 103年 1月到12月 104年 1月到12月 因为我在看12个档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103 p moon